從新冠肺炎肆虐到現在目前為止 除了第一線的防疫人員非常辛苦之外 我們藥界這些社區的藥局配合中央的政策 口罩實名制的一個發放 當然到目前為止我們很多的藥師 在第一線服務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尤其是面對到我們所有群眾在等待 因為時間過長 包括情緒上面很難控制 對我們所有第一線的這些藥師人員 有時候不禮貌 不尊重 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們感到非常的難過 也非常的心疼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來我們社區藥局 來看看我們所有的藥師 來體恤慰勞他們的辛苦 也希望我們現在口罩發放的尺度已經更寬了 大家不要爭先恐嚇來搶購口罩 一旦有需要的話你就拿著健保卡到我們社區藥局來購買口罩 每一個成年人可以購買三片的口罩 我想整個口罩的管制到目前為止應該是可以讓每一個需要的人都能夠拿到口罩 那我也在利用這個機會除了感謝我們藥師同仁之外 那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如果這段時間非得必要 盡量不要出國 尤其是雲林縣內我在這裡強烈的呼籲公務人員以及公職人員 這段時間嚴禁出國了 那我們校園我們對外暫停公開讓我們所有的社會人士進度到校園 所以對外暫停公開我們的校園裡面所有的設施 那我在這裡利用這個機會請大家共同來配合 首先我們感謝我們張縣長在百合之中 還體戀我們第一線所有防疫人員的辛勞 尤其我們這一次社區藥局的健保藥局的藥師參與 發放實名字口罩 讓我們縣長深深地體會到我們第一線防疫人員的重要 在此特別感謝我們張縣長特別幫我們製造一份雲林農特產品 讓我們藥師公會的同仁在辛勞的時候也體戀到我們縣長的美意 希望我們全體民眾能徵照我們縣府的指示 大家配合所有的防疫政策 讓我們民眾都很安安虔誠平平安安的過日子 謝謝